远在大西洋中心的法罗群岛,为詹姆斯邦得立了一座墓碑,此举显然是在致意去年公映的无暇赴死结局,这也是在007电影诞生60周年之际,至于这一年延半个多世纪最成功的商业系列片,所衍生出的迷影文化最新的主角,007系列电影60周年纪念logo这段致敬视频的BGM,是1973年公映的生死关头的同名主题曲,Live and Let Die, 前披头是成员保罗·麦卡特尼演绎的曲风《埃婉鬼爵》,显然也是在致意无暇赴死中,邦得的无畏牺牲,皇家赌场剧照,朱迪丹琪饰演的M,才是007心中最在乎的邦女郎,其实,死亡可谓是出现在007系列电影片名中的高频词汇,除了生死关头,1998年的明日帝国,2002年的择日而亡,极致最新这部《无暇赴死》,四部邦得电影片名均有涉及, 而在1967年公映的雷霆鼓中,则首次表现了007的死亡,肖恩·康纳利饰演的邦得,在中国香港同华人女演员周采琴饰演的邦女郎春宵一度后,被突然闯入的枪手开枪射杀,雷霆鼓剧照,肖恩·康纳利饰演的007,在经历了海葬后,被潜水员托运回潜水艇中复活,皇家赌场剧照,伊瓦格林饰演的维斯帕林德,使007心中永远的痛。